大家好,欢迎来到电影期播放,今天为大家介绍电视剧《江夜》第27集 宁缺苦练浩然剑进入瓶颈,颜色封宁缺精神阵守护者 宁缺反复练习很多遍,想不见却像中了鞋一样 在各位师兄师姐面前肆意乱飞,打扰了各位的生活和休息 他们气得大呼小叫,狠狠教训了宁缺 宁缺只能到各处一一赔礼道歉 最后,小木剑竟然飞到了君墨的头罐上,君墨气得咬牙切齿 陈皮皮觉得宁缺太急于求成,劝他潜心练习辅导 利用自己的悟性来弥补先天的不足 可宁缺却不以为然,他什么都想学,觉得一督不压身 陈皮皮忍不住笑话,他像君墨一样翻耳 宁缺趁机勒索他,用银子封口,否则就向君墨告状 陈皮皮苦苦归劝宁缺,宁缺专心地跟着颜色学习辅导 因为颜色为了宁缺,不惜与杏林闹翻,连放弩都放弃了 宁缺主动来找颜色学习神服术,颜色不一余力传授给他 还努力培养宁缺的自信心 颜色带宁缺来到朱雀天街,向他详细介绍朱雀雕像的来临 颜色向他详细讲述都城的构造和原理 皇宫四周是一个布局严密的精神大镇 颜色就是这大镇的守护者 宁缺将来就是他的继承人,要倾其一生守护精神镇 宁缺觉得自己不能担死重任,他百般推诿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,喜欢请关注我们哦